今天来到了匹兹堡大学来参观一下 这个是他们的学校的吉祥物 是一只黑豹 是不是黑豹 来我们走这个很高的教学楼里面去看看 听说这里原来是一个教堂 现在改成了一个教学楼行政楼一样的 转转转转转转进去了 我打转到达了30 哇可怜这里是啥了 这个教学楼上面就是图书馆 从图书馆的窗户可以看到整个匹兹堡大学的全景 还挺漂亮的 终于到达了他们的一楼 是个教堂的样子 大家就在这里图书馆一样的 在这里学习讨论啊那些 这个就是从二楼看下来的时代 这个图书馆还有特色的 哇来到大街上好多学生啊 听说这种楼原来是个酒店 现在改成了学生他们的一个 student center啊这些 这里有一个水军博物馆 不知道有没有看呢 我们进去看一看 哇这个大学这种楼确实很有个性的 很不一样和平安教学 我们到了 结果发现这里就是一个 auditory 太美的了这个auditory 其实应该就在这里举办一些什么 重要的活动 哇皮子堡这个城市好热闹 你看全是学生全是人 在这里 我们来到他们的纪念品店 来看一看这里的纪念品怎么样 这个是他们学校的一个小小的logo PIT 哦原来不是黑棒 是这个颜色的 这叫pattern 我还以为是黑色的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价格 这一件udy差不多是60美金 对吧还挺贵的 你看这个是他们学校毕业典礼 穿的衣服 要自己买的这个衣服 比如说这个毕业典礼 是205 一个 想要这种方式的一个设计 这个是250 哇学校这个建筑还挺特别的 这个建筑是干啥的呢 哦这原来是他们的宿舍 他们学生的 就住这里的 大一的新生 那我们现在来到这条街 就是学生应该他们吃饭的地方了 这里好多餐厅啊 终于到达了学生 他们的住宿去了 他们平时 大二大三的学生 就应该住这种街上的 稍微清静一点 刚刚那个城太浮躁了 我们现在来车篮一下 匹兹堡大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右边就来到了 卡莱基梅隆的博物馆 它是个历史自然博物馆 现在我们来到了卡莱基梅隆大学 其实匹兹堡大学 和卡莱基梅隆大学 就连在一起的 比如左边就是 卡莱基梅隆的教室 听说卡莱基梅隆的 艺术专业 理工专业 还有它的IT专业 都是美国名列前茅的一些专业 特别好 因为紧爱着匹兹堡大学 也因为他们的教室 还有一些操场 都是相互一起分享使用的 好了 我们的匹兹堡大学 还有卡莱基大学的行程 就告一段落了 我整体感觉这个大学 有点吵闹 就是感觉 不能静下心来学习 因为太多人在走动 而且各种小吃啊 饭店啊 还有那些外面的商业东西 也混合在一起 但是学校是很好的 OK 好 So we're not angry anymo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